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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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就是監銀行的田坦而已 你不玩安揭誰吃 第一股吃就是銀行死的 你死銀行就是死老百姓的錢 銀行的錢不是自己引出去 銀行的錢都是人家放下去的 他們都覺得經濟可能不頑 但是他們都可能懷疑那個經濟就不是全面不頑 不是整個政府都這樣看 但是政府裡面有一派是這樣看 有這樣的看法的時候 他們都怕即使經濟差也好 如果你有產的那一批是看著政策是覺得鬆張 炒得過 又怕炒起來 到時候說經濟差了 但是樓價貴了 租金貴了 就兩邊夾擊 我想他們在怕這件事情 所以未必會很早或者很快 大脆會有一些鬆綁的方向 零點幾是1% 其實你過多幾個月已經有這個 累積有兩成的幅度都不出奇了 你超過兩成的時候就 那些新聞報導就會血蛙中水寵了 你一搶得大 市場又加鹽加噪的時候 自然會再下那個速度會稍微快一些 所以我猜如果你跌得穿兩成的話 其實兩成下三成那個位會比較快 我們先關注一下香港的經濟環境 香港政府今個月 以低於市場的估值價 連續賣了五塊土地 有一塊是九龍觀塘半山的一塊地 賣出價又市場預期下限跌了兩成了 如果八月份下旬 同一區都賣出了一塊地的 但是它現在這幅地的低於八月份那個時候 賣地價低於五十一 低於一半 我想一塊地 你說的那一塊是不是安達成 那一塊好像一般的 是安達成 是的 即是有時候你的位置不是說 真是很漂亮 或者一塊地的那個形狀 夠不夠大 這個都很影響他們出價的意欲 還有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很多股的樓市 開始調整不久 也還有一些日子去的 那你現在很進取頭的 從它發展的角度來說 我講就是未必有好處 即是現在你的價可能不是最便宜 但是當你蓋好的時候 那樓價就可能跌到最低位 那你蓋好的時候 你怎樣賣不賣好呢 你有沒有理由 就是hold著不推出來 那如果你頭一塊地不動的 或者拖慢來做的 那說真的 也都政府可能會張的 那所以其實 我想很多 很多就是宏觀的環境 考慮 或者本身那塊東西那個 位置是漂亮不漂亮的 那這些其實都影響他們出價了 那你很難說 一幅這樣看 那價是動動多少 但是一般來說 我講地價那個上落呢 就波動大一些的 油價來說呢 就相對小一些 租金的上落會再小一些 那它本身那個波幅的性質就不同 那你很難說 一幅同一幅這樣比 就是我們以前看過 賣地的那些數字 無論是那個地價 就是你段尺算好 或者是over the time 它那個上落其實都是幾大 那所以我想 看多一輪看看是怎樣 就是 畢竟現在這裏的那些地 是有限數的 那視乎你是對哪些出來 如果你對那些出來 是核心那些 我懷疑就未必會跌很多 如果你對得來 說不是很漂亮的 沒什麼概念的 那可能會差一點 就是國際環境 經濟環境都 限日衰退 我們這個頻道都講過了 還有香港的路市 其實都市場人士都說了 差不多跌了兩成 波士剛剛也都說了 哎呀路市 它建好之後 路市可能還會下跌 那現在你覺得這個路市的下行 最多會去到哪裡 雖然你之前都猜過一些數字 最多不知道 就是 我想一半可以吧 就是如果你看以前那些 樓價扔下來 由高位到低位 用樓價指數計 是差不多 就是 以前的熊市 最少那次 81至84都跌了三分一 但是那次的貶值 港幣是貶值 港幣是貶值 由三分一至一半 那你的樓價又跌了三分一 那你加上港幣是超過一半 那幾次 一九六幾 八幾 九幾 那幾次樓價跌都有一半 或者以上 那其實 你預計它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 第一 不會很快跌得到 就是因為 你那幾次你看到都攤開來跌的 攤開來跌的話 每年平均都是說一兩成的跌幅 那跟現在外面市場股差不多 市場股一年都是跌一兩成左右 第二 就 不是每間樓 覆覆地這樣跌 就是這樣跌 就是那個差距都可以很大 等於你譬如說你的行生指數 要跌多少 那一回事 但是對比起成份股 它跌的那個幅度 會差異會很大 但是 那變成了 如果你看到有時候它賺出來 那些 急著賣的那些 可能真的一動都可能 批兩三成都不定 但是如果你說 相對來說 就是 都是地點 地點用地點 如果地點是OK的 那 按照計 就不應該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就是如果你圍賣 就是 相對好的那些 可能跌兩三成 相對差的那些 可能跌大半 這個不奇怪 那拉雲來計 那就真的看你怎麼計 現在你看到外面的 那些樓價指數 其實那些加權的方法 未必各個一樣 那有些就 只是拿新成交的去計 那有些可能 不知道怎麼計 就是 就是 就是現在都 我想 沒有一個很 很具體的 的 說法 可以真的比較貼切地 描述了整個市場 就是 你一個真的難 因為始終整個樓價那個 那個計法 甚至是不同 地點 或者是 質素 它 最終會走那個幅度 都 那個分歧會很大 那 跌到什麼位置 才可以說 那個樓市 進入了那個 熊市 我想 外面市場 就當然說兩成 這些是 習慣性 如果你超過兩成 叫熊市 但是 如果 以樓價本身 那個本質 那個 上落幅度那麼大 就是說 有可能 升幾倍 那樣 就是說 周期長 十幾年 十幾年 就是幾倍不期的 還有 就是以前歷史上 一動就跌了 可能 好幾成 那說這樣的幅度 我想你擺兩成 這個就 就是 可能 問了一些 有時候 那些調整 比如說 94那次 你看到那些樓價調整 那個指數計都有一兩成 那個幅度 如果個別的樓宇來計 或者單位來計 可能的幅度 不至兩成 但是94那次 沒有人會 看回頭說 它是一個熊市 是吧 拿寬一點 可能會好些 譬如拿三成 我覺得 就是一個比較恰當的定義 如果定義一個熊市的話 當然現在你說的 從頭到尾 都是說的 一成半而已 兩成的味道 那現在你說 信任那個熊市 就意志上做的 就是暫時就沒有確認 但是如果你用坊間理解 喜歡用兩成的角度來看 那其實都快脫了 就是你要說 跌多幾個巴仙 不是太難了 現在最近公佈的那些樓價指數 它每個月都說跌 0點幾 是一個巴仙 那其實你過多幾個月 你已經有這個 就是累積有兩成的幅度 都不出奇 那你超過兩成的時候 就那些新聞報導就會 血嘩中水寵 那你一搶得大 那個市場又加鹽加噪的時候 那就自然 就是會再下那個速度 會稍為快些 所以我估 如果你跌得穿兩成的話 其實兩成下三成那個位 會比較快 楊思思 走前都說了 就是香港的 帶動香港經濟的三套馬車 就是已經死了火的了 那現在你見到市場這麼差 政府的路市的簡納的政策 會不會有可能都 擾望都放寬少少少呢 簡納少少呢 他們都覺得 那個經濟會可能很差 但是呢 就 他們都可能懷疑那個經濟 就不是全面那麼差 就是 資產的市場 就是說你拿著那些 叫固定資產呢 那其實就 必必有個很大的下跌 我覺得他們還有這樣一派 不是整個政府都這樣看 但是政府裡面有一派是這樣看 那有這樣的看法的時候呢 他們都怕 即使那個經濟差也好 如果你有產那一派是 看著政策 是覺得鬆張 那會炒得過 那又怕炒起來 到時候呢 說經濟差了 但是樓價貴了 租金貴了 那就兩邊夾擊 那我想他在怕這件事情 所以 未必會很早 或者很快 會有一些鬆綁的方向 那真是 跌到出來了 那我想他就會做了 那你如果參考回97那次 其實 97那年的樓價都跌得很急 一會兒都跌了一半 那差不多真的跌了一半 那個政府才開始有些反應做壞事 那所以現在你說的 跌了一兩成來說 就是都未確認有一個熊市 他們未必會這麼快有事做 那裁振師也都說了 就是香港大營活動 這陣子都會來香港大營的賽事 那他說年租業呢 就是十二分鐘升了3.9% 那他說這個傳統的消費 往事 旺季就來了 就是希望都大動香港的經濟 負上了 那你都見到現在都有一些訊息說 香港現在是需要一個經濟的轉型 那這兩個話題 一個傳統的消費模式 會不會大動香港的經濟 和香港現在的經濟 取這個環境之下有無的轉型 我想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說的周期上 想捱起一些東西 這個你趁節日 就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節日的年來也有 去年也有今年也有 明年也有 那今年的節日 是不是會比去年好很多呢 你都很難說 因為都要看回整體來說 大家對經濟收入方面的前景 這個整個社會用不用錢 這個大部份用錢的應該都是本地人 就是如果你說靠外客 外客來得有多少 老實實 就算你搞多幾場這些籃球賽 或者什麼 就是我想不會太 就是大王那個氣氛可能可以 但是不會太真的推動到很大數的消費 大數的消費 你說的人真的要那個 賀包的衝動才行 這個不是靠外客 外力可以做到 因為以前你看回 很多年以來都說 香港那個旅遊是一個支柱 但是 其實在我做政府的年代已經說 旅遊其實佔那個經濟的比例 相當小 就是那個貢獻不大 可能講幾百分比 就算你現在checkGDP 就算你不要說 這幾年疫情不尋常 當然那個旅遊已經死光了 你說之前還沒死的時候 其實在說旅遊佔比例都不是大 就是對那個GDP的拉動是好笑的 所以你靠外客去大那條數 其實這個不是很實際 最實際的說 你大得動的那條數 就是一些專業的服務 因為你在香港說 九成以上的GDP的服務業 當中有很大的增值 是看回那個專業的服務 就是說金融活跡法律 那大堆東西 那堆東西其實是很國際主導的 就是外圍主導的 那現在你香港搞成這樣 就是很多都撇 都不是了 就是這樣一件事 第二樣就是 周期上來講 你看到外圍現在是在轉差 就是不是說你自己的市 你外面的市 都是這樣跌 你很難說要求 就是這方面的收入 收益有多少 就是你看到很多 金融界別 他們說明年的前景都看得很淡 就是那個收益 怎麼回到錢都成問題 那你如果這個行業都有問題 或者你連帶其他的那些 所謂相關的那些專業服務 你都很難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那這件事其實是很難拘捕的 那你只是表面上做一些事情 好像說 政府對外做到一些事情 拉到一些事情回來 但是實際上拉不拉到呢 這個是很成功 比如說你搞完那個金融輪壇 究竟實實在在在 你帶來多少收益的生意 有多少間店 是確切地答應 拿多少錢過來這裡 開多少職位 做多少投資 有沒有這麼說過都沒有 那如果你說 靠搞起一兩個功能 然後去搞黃個牆 這些是自己騙自己的 就是實際上你未必 那條數未必移動的 那所以周期上來講 不是太幫得到 那至於你第二樣講的 經濟動力呢 動力這件事是講的比較長線的 就不是說周期上這麼快 會帶到那些效果出來 就是你如果 在那個動力上做功夫呢 你一定要是 丟本 所謂丟本 就是一些長期的 人力 或者資本的投資 你香港其實 一直以來都 不是很流行做這些 習慣都是做一些 快趣 建功的東西 你快趣建功的東西 那些就不會很是一些 動力的東西 譬如現在是講的 他企圖去搞科技 但是你看到他 就是我們可能都講過了 就是科技 譬如搶人財 搶回來的那些 那你其實在尾巴都是 煽他去買樓 或者 或者幫他來 幫他來 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拿一筆錢 這樣去出糧 那實際上 你是不是真的 有那些土壤 所以有那些土壤 譬如說 這幫這樣的研究人員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可以很賺錢的 在那裡落地 他是不是真的有 相關的配套 譬如說政策方面的優惠 稅務的優惠 然後跟著 其它的 企業的資金的帶動 你知道這些 講的是一些 Funding很重要 那究竟你這方面的Funding 譬如說他要拿資金 是不是這麼容易 你政府就說 可以有很多資助 在這方面講用 但是其實很大程度上 這些資助都是要靠商界 就是究竟這裡的企業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眼光 是投資在這些 這樣的 譬如說科技的領域之上 然後就講著 好了 這些科技你如果是 真的 譬如說有人肯來 那你可不可以大量的生產 你這裡有沒有這樣的條件 就是做到的生產 跟著大量這樣去銷售 這是一大堆事情 人家會想的 譬如說 真的要去做 可能去美國 或者 本身是紅色資本的 他去大陸 在深圳做 做完之後 他一條龍在其他方面 譬如 由他那個研究 去做到 下到地 生產到 賣到 你看到 都似乎比香港是優勢 是優勝 你香港一路沒有做開這件事 沒有那方面的經驗 沒有那方面的網絡 還有沒有那方面的資本家 商家 就是你現在 習慣了那些商家 就是要很快的這樣去賺到錢 講的都是high tech 那你如果 整個商界那個 這個意識形態這樣的話 你很難說 單靠政府去帶動什麼 那如果你說 那個動力不是在科技上 那又在哪裏呢 就是 現在這個年代 你說要找一個 增長的動力 不是你說就有了 你本身有的那些 都保持不了 比如說你本身有的 那些 國際金融中心 首先你現在搞到 香港這樣 不是國際化 已經不是一個國際城市 第二年金融 就不然去旁邊散營 那麼你 你有的東西都保不住 你還說 可以開新的領域 我 不知怎樣做 實際上 你說的容易 做不做到 這個才是關於 即是美聯儲加息 其實加了四次 每一次都有 年景點75 那現在有些新的信息出來 就說12月份 會開始放慢 這個加息的步伐 可能最多有加 即加到年景點5 现在这时候你怎么看每年传放松加息的步伐对市场的冲击呢 但我都很关注美元回落就是美元强势会不会到顶 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呢 其实放慢加息步伐这个都一早吹了 几个月前都说想放慢 我记忆九月的时候已经有吹过这件事 后来看到的通畅都不是真的很肯跌 有见顶迹象但不是太肯跌 所以一直推迟行动 推迟到12月减慢的加息部分 这个都是市场一早预期 既然市场一早预期 你应该有的一些市场反映 之前应该看到的 比如说你看到过去的10月到11月后期 甚至于10月初的股市的反弹 这个几个月的反弹大致上都 一质当然就是技术上你超买得很厉害 是吧 有个技术的反弹 第二就是炒通胀见顶 息口可以加得慢一点 其实这个也是有些帮助 但这种帮助其实在市场上面 慢慢就不是太明显 因为譬如说 你论几个股市来说 照计加息速度放慢 反而最利好应该就是那些新经济 科技股 但是你看到这一段 其实主要弹上去是道指的 是旧经济不是纳资的 纳资新经济 其实你看到那个弹的幅度 是不理想的 那就是市场其实对这个 所谓利好的消息 之前的反应都不是十分之强的 那你再之后说 除非你再进一步很快的减到4分1厘 甚至不加而已 但是如果不是 譬如说按他之前那个鸣派的说法 都要维持加息一段日子的 那就是可能你加半厘 就要加起码两次 甚至三次 那你如果维持一些时间 跟着才可能再跌的话 那我想那个所谓 就是加息减慢的充起 已经是差不多反应了 那你跟着下来 跟着下来 对那个汇的影响 其实就你要看回外围 就是非美那边的那个 加息的前景 现在看来就 那个欧洲的通胀 是都有见领迹象 但是呢 就不是 跟美国一样 不是那么快 跌得那么明显 那大家都有见领迹象 大家都可能准备收入 但是呢 欧洲那边的那个 食口本身就 水平未够了 现在说的是欧洲 香港的食口 是这一半的 通胀就过高 高于美国 高一折 那你有这样的考虑之下 那个 欧洲加息那个 那个提升 那个呼声呢 其实都挺大的 就是可能说 比如说下次美国是搬 那欧洲 不就还要四分三 那现在 这个东西在市场上 是消化的 那所以你看到 这个因素 是一直都压着美金 就是美金是上不了 都有一个原因 那当然另一个原因 就是这段 是Risk On 就是说股市都OK 做得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明年来说呢 就是当Risk On 弹爆之后 那其实又散过了 是吧 因为我们说的那个经济 就是明年都应该会衰退 又衰退的前景之下 股市再散的时候呢 那其实你一拆仓 那些钱又是回到美金 那所以美金就是 弱得来又 稍为中线一点点 我们说看多几个月 没有必是一个这么弱的前景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你现在的那个 息差的因素 就是 美国是收有 其他的那些可能跟随 那其实是会滞后一点去反映 那即使你说息差 或者是通胀的差距 在说美国来说 相对都是可能转弱 其他的那些快点或者早点 那其实 这件事情 不会那么即时去反映 在美国那里 都会稍为延迟地反映 所以 即是 美金其实 中长一点是看跌的 即是 我想 如果你 比一年时间 或以上 美金 转一个跌势 可能性相当之高 机会很大 但是 你说的 如果不是太长远的 比如说 未来一两季 两三季的话 那美金会不会再做那些顶 这个绝对不出奇 因为你看回以前那些美汇指数做顶 都不是一个顶 就做完 除了1985年的那次之外 那次的顶就上了167 那次是 是不尋常的延长 在广场协议之下 的结果 但是其实之前那些顶位 你看到 都是有两顶 有三顶 那现在都是一样 你看到第一个顶 可能 在一人的头 但是会不会再有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不敢包 那还有如果再做第二个第三个顶的时候 那你由第一个顶数起 到第二第三个顶 可能说要大半年 甚至二几六年的时间 那所以就是如果美汇指数 你说就算 现在 在沉顶也好 差不多见顶也好 在高位那里都可能会 有一些日子 就是大半年 到超过一年都不出奇 我们下期见